歡迎收看我不可的難題頻道 今天玩的是誰喔 FIT FIRE我要活下去 今天這集要跟大家分享 冰天雪地的團隊突襲要來囉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體驗服 體驗服的部分 現在有個模式叫做 團隊突襲排位賽特殊模式 那這模式的部分 目前會配到白木達雪地 雪地的話我在前幾集有跟大家分享 如果還沒看過那支影片的朋友們 可以在我頻道的清單中 找到白木達雪地的影片 總之來講雪地的部分 基本上應該是在2019年的時候 FIT FIRE的白木達是有下過雪的 不過以前的雪跟現在的雪不太一樣 以前的雪比較厚 然後現在的雪比較沒那麼厚 可是可以看到我們現代的場地 已經有海結冰成冰塊了 整個海都變成冰塊了 後面還有其他的影片會跟大家分享 首先先來看一下這個新的模式 為什麼可以玩到冰天雪地呢 進到這個模式以後 每個玩家可以選擇一個戰鬥風格 有三種戰鬥風格 就是超速行者、戰場領主跟爆破大師 每一回合都會拿到一定的經驗值 去提升你的這個戰鬥風格 甚至你帶擊殺敵人的話 更快獲得EP值 讓你的技能升起來 最高可以升到4等 首先我們先看超速行者 等級1 衝刺時加快EP轉換速度 等級2 獲得極速衝鋒技能 等級3 自身周圍發生擊倒石 短暫於小地圖上顯示敵人的位置 等級4是裝填速度提升 總之在講就是不同等級會獲得不同的BUFF 像等級1的話 你如果身上有EP值 你可以稍微快速的去補血 等級2的話 不是像打野 就是可以主動使用衝刺的技能 而是說你在移動的時候 會增加你的移動速度 等級3 如果自身周圍有發生擊倒石劍的話 會短暫的在小地圖上顯示敵人的位置 然後4的話就是裝填速度提升 應該是全武器都有 第二個戰場風格是戰場靈組 等級1最大生命值提升35HP 這個我覺得很實用 因為血量變多 如果你有其他技能的話 血量會變更多 會變得很厚很難打死 等級2的話獲得時空屏障技能 等級3的話 每60秒獲得抵擋一顆子彈的護盾 就是說 你在60秒內如果被敵人打到的話 就會有一顆子彈是被擋掉的 然後在60秒後就可以再擋第二次的子彈 就一次只能擋大概一顆吧 等級4的話放防彈1等級4 所以我覺得戰場靈組其實還蠻實用的 爆破大師 等級1的話能力是凝膠引爆 等級2的話獲得節奏狂潮技能 等級3的話發放冰凍手榴彈 等級4的話對凝膠護盾傷害提升 好這技能的部分呢 他有些是有點被動啦 不是說你可以用主動技能去用 就是說他會有點被動技能 就是可能附近有凝膠的話呢 他可能會幫你引爆那些凝膠 好這邊的話我先試一下是招數行者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水上部落這個區塊 海呢已經結冰成冰塊了 甚至呢還會有一些冰層啊 可以看到有那個冰塊一塊一塊的 然後整個海結冰的話可以在上面走 就不用游泳了 目前我測試整個百慕達的海呢 都結冰了 之後呢影片有空會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現在這邊裝的技能就是新的角色技能啦 火焰之牆很多玩家都在裝 然後使用度到底好不好用 我個人其實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他要放得很準 然後敵人看到那麼大的牆基本上也不會撞 像我現在測試就是就隊友的時候使用啊 看起來不錯 主要擋視線呢還算不錯 可是被偷襲呢還是會倒 然後像我這邊直接跟他一起同歸於盡一起倒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百慕達其實從來沒有結冰過啊 這也是第一次看到百慕達的海結冰 經過了六年的PFIRE改版呢 終於海結冰了 這次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啊 我記得以前的雪地比較厚 可是海還是不會結冰的 然後每一回合的話呢 如果你勝利的話都會可以看到我們下面的這個技能呢 他是有提升等級的 好這邊的話開一場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場的話我選的是爆破大師啊 目前等級的話能力是靈交引爆 欸跑掉啊 我們用火焰之強 火焰之強我覺得拿來擋視線非常好用 擋完後呢你就趕快補血 放完後敵人也找不到你了 我只有一個 哎呦索尼亞 OK 欸奇怪 敵人是哪一隻啊 全部黏在一起 全部人倒地 極殺敵人EP值也會增加啊 那個經驗值也會增加啊 先放掉 欸贏了 好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經驗值又提升了 下面這裡 好等級2 然後等級2的部分呢 他是寫說獲得節奏狂潮技能哦 可是其實我這邊是沒有看到有節奏狂潮技能的 所以我在看是不是按鍵 沒有調出來 可是按鍵就這一些啊 所以說很奇怪 如果說他是像是雙招技能的話 應該是會多一個按鍵嘛 可是沒有看到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是什麼意思 是實裝還是還沒實裝 總之呢我們就再玩給大家看一下 欸有個滴了 然後這個火焰之強我覺得放法跟以前的絲凱有點像 你要練習那個放的位置 不然放歪燒不到人 然後放失敗呢也擋不到敵人視線 燒燒看 好然後這場的部分因為 敵人死的比較快啊 所以說我們來複集測試 因為他等級3的話會發放冰凍手彈 再等級4會對凝膠鋪盾的傷害提升 總之這個模式呢就是加一些buff進來啊 讓玩家呢可以體驗一下不同的玩法 他跟我們那個雙招在手的玩法又有點不太一樣 畢竟他又有四段的buff存在 每一個不同的戰鬥方式呢會有不同的buff可以玩 好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改版之後呢 有機會可以玩到呢就是雪地的百木打 這是2019年之後比較少遇到的地圖啊 所以如果你是2019年之後加入這個遊戲的玩家呢 可以來玩玩看 然後這次的冰天雪地呢內容比較不一樣啊 就是有些雪呢沒有那麼厚 那有些地方有結冰我之後的影片再分享 然後海的部分呢我目前測試是這個百木打的海呢 都是全部結冰的 也歡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你們覺得這個模式呢 跟這個地圖呢喜不喜歡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討論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不可以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又繼續分享 P5的遊戲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布林道玩具頻道哪一頻道還有minecraft頻道 都在影片下方有連結 也記得追蹤我的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恨哪去會找我了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ohh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